在台东之本因为强风吹倒了路数 而路数又压断了高压电线 造成100多户停电 目前台电人员紧急抢修当中 而在花莲越岭193县道 因为一阵瞬间强风 混防树木突然倒塌 幸好没有砸伤人车 而现场也已经在清理了 并没有影响通行